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集看齐木南雄的灾难时 这个东西天流角 既让到了比宇宙更远的地方 这一部佳作 又恰传齐木南雄的灾难 这部深景兵翻开播 可以说是双重享受愉悦了 又是半年翻 真开心啊 再次开始 一如既往的享受 第一集上来 嗯 银他妈是你吗 神乐 银丧 辛巴基 真是天道有轮回 老是恶搞其他作品的《隐魂》 这次也被恶搞了啊 之前就听说会有联动 但却没想到竟然是通过这种反向玩耿的方式 其他作品的联动不都是将角色 都放置在一个世界背景下 然后一起齐心协力干一件大事吗 怎么到了齐神和银丧这里 就变成这种互相恶搞 互相反耿的联动 玩耿中耿玩得这么六的吗 一七季的神乐 拿着齐神的天线吐槽 是在上个季度《隐魂》开播的一时 这就反过来变成 齐神开播第一集的恶搞素材了 你们都站在此地不要动 火车站马上就建好了 其实齐神和银丧作为主角也是有点共性的 担任起吐槽役的时候 尽显功力 一建到甜品就完全食乐制 所以当听说要联动的时候 天牛匠就已经开始笑了 如果可以的话 不如再加个版本大佬 组成深井冰冷气疯子男团出道好了 不过就第一集来看 这样的恶搞联动方式 尽管是在意料之外 但却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这么来说吧 单看银魂很开心 单看齐木男熊的灾难 也很开心 那两者凑到一起 是不是应该收获双倍开心呢 而现在看 也仅仅是让嘴角微微上扬的有趣而已 但再看下去 就会发现 难道是天牛的笑点 经历了一年多的磨练 变高了吗 为什么完全找不到 以前看齐神那种 没心没肺的纯粹愉悦吗 还是因为只是第一集 其神还远没有释放出完全的功力 只是开场热热身 也说不定 所以说第二季没有第一季好看 不好意思 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毕竟这才只是一集而已 那个熟悉的节奏 熟悉的味道还是在的 这类走深井冰路线的日常翻 是很难做崩的 既然漫画原作足够好 那么动画也应该一如既往的 如同第一季那么好 要说除了联动以外的亮眼 也不是没有 过场的画面绝对是无比优秀 还有什么场景是你们画不出来的 天牛像对于发色偏白色系的少年 可一点抵抗力都没光 虽然海藤小天使 治好了天牛的狂热笑 但是但是 这个趴着吃糖的海藤 简直是压了命了 太诱惑了吧 而你以为这样就已经结束了吗 并没有 过场画面真让人爆鼻血啊 我滴妈啊 连燃堂都这么诱惑 是怎么肥四 不不不 天牛你要记得 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这不翻的男神只有奇目一个人而已 实际上的燃堂是个屁股下巴的可怕笨蛋 实际上的海藤是个到处发射中二力量的小屁孩 只有只有只有其神是唯一的神 总而言之 奇目南雄的灾难 第二集第一集 算是实用完毕了 一地令堂填到掉牙口 兄弟们 赵桥大气又可以举起来了 衷心希望可以一如既往的好 关注走一走 妈妈